细致的里门里黄金支收站已经做了好几年 而做支收回收来的钱 志工们不仅是做爱心捐款 这次还拿来做社区的营造 买了上百串的圣诞灯 并且由志工们爬上爬下挂在绿色狼道的朋友家上头 150公尺长晚上灯亮走起来特别有气氛 这是夜晚拍的景象 绿色狼道路口意向到了晚间 在周边的灯光折射下真的很美 而最近在搭配一长条的圣诞灯好有过节气氛 下个月就是圣诞节 这次里门里黄金支收站决定把回馈金用来做社会营造 而且不只出钱还出力 做支收的志工花了好几天的时间 才将这上百串的灯给挂上去 不让大家方便 不管是夜晚都可以来这里运动 我觉得这条路很强 所以我们就来做圣诞灯 很明显 让路看得很清楚 这个圣诞灯都是往路找的 因为我们的收容很多 不可以说现在去买的 价值不可以生活过去 往路找后叫我们的公司驾来 因为得要把一串串的圣诞灯挂在绿色廊道的棚架上头 所以这群资生老志工就得爬上爬下 因为得要把一串串的圣诞灯挂在绿色廊道的棚架上头 好多的紫威等爬藤类的植物也增加装饰的难度 不过资工说虽然不容易 但是没想到晚上灯亮的时候真的好美 我心中这要不需要什么工夫 反正就随意把它弄弄 不知道会变成这样 现在就弄好后会看 那还没错 希望如果有允许的人来这里 多减习走走 现在暗日也很多人 欢迎外面的朋友来 来我们你们晚上来走一走参观 风景很好 来这边打卡 欢迎大家 一旦做工丝新年 买到白鸡山就挂路 所以我都来过程 这会太烦了就要去做 黄金支柱站回馈已经点亮绿色廊道 本来到了晚上比较暗 不过现在一桩点晚上走起来 特别有气氛 也欢迎大家有空到绿色廊道走走 感受圣诞节气氛 嘉诚慧玲 细子采访报道